中国矢量喷管现身珠海,现场大图深度剖析。 航空知识2018年5月刊专门刊登了相关报道,深度解析我国矢量发动机技术,刻载此时于微信上与读者共享。 不仅是发动机革新,尽管国内航空发动机使用喷管技术,下文简称TVC,很早就有概念模型和工程样机资料出现, 但正由于这些设计出现得太早,近年来并没有太多新资料能佐证国产TVC发展到了那一步。 直到去年12月25日,一台装有全向轴对称矢量喷管的太庞改进行窝扇发动机,随今10B的1034号原型机进行了首次飞行试验。 终于有人恢复,我们的太航,真的行了。 提到太航的成熟过程,大家想到的更多是歼11系列飞机。 但作为太航的原配,歼10系列飞机同样长期参与了太航系列的测试。 只是由于太航没有大量出现在装备歼10的作战部队里,使得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 比如歼10的1004号原型机,歼10B的1035号原型机和几架量产型飞机,就分别测试了太航的3,种不同子型号。 因此这台太航家族中最新亮相的成员,出现在1034号,歼10B原型机上也并不奇怪。 而且使用机附影器的单发压式布局平台验证TVC技术,也很容易让人想到美国的X31验证机。 10,改装后的1034号,歼10B在定位上更接近后来的F16MATV。 其家长空宿管,尾旋改出伞支架,首飞由于不涉及相关科目,故未安装散体,等诸多特征也和F16MATV一类似。 毕竟X31是全新设计的验证机,很多地方完全可以白纸新化,而歼10和F16就没这个条件了。 不过由于中国航空工业还没有验证机轮化,所以1034号歼10B只好又当X31,又当F16MATV了。 国产TVC能力几何? 作为一款典型的三元TVC产品,这款最新亮相的国产TVC,并非山栅刚刚引进一年的苏富35。 所用117S发动机的俯仰式轴对称TVC技术,而是在典型的全项轴对称矢量特管,AVEN,结构的基础上白斥干头,更进一步。 刘议会 从外部看,国产TVC的活动部分,从前到后可分为转向控制环和扩张调节片两大块。 到每片扩张调节片末端都带有一片可以独立旋转的外调节片,是该型喷管不同于世界上其他TVC工程作品的最明显特征。 光看外形,这种授技难免给人一种复杂笨重感。 坚实,并不是一款已推重比建长的飞机,泰航的推力在世界捧等极大推力窝上发动机中也并不突出。 很多人因此担忧,TVC的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推力损失,是否会进一步影响这架变证机的测试效果。 TVC推力损失的主要原因很好理解,由于TVC在工作时会在喷管内部形成弯折,导致从燃烧室喷射出来的部分高温高压燃气受阻,速度降低,而后面保持原来速度的燃气在与这部分燃气碰撞后,就形成了流场阻塞。 发动机,发动机喷出燃气的高压和高温两大属性,对产生推力都贡献很大,而高压就有不少在这儿百百损失了,而且压力损失的比例还会随着排气速度的增加而增加。 刘议会,既然要用TVC的长处,就得接受TVC的不足。 TVC的工作原理决定了这种损失不可能彻底消除,只能尽可能降低,这就得从影响推力损失量级的具体因素入手。 通俗地说,主要看的是弯曲区段有多长,以及喷管弯曲的程度有多大这两点。 前者好解释,弯曲曲段越短,追尾区域就越小,形成的流长阻塞影响就越低。 所以国产TVC的弯曲区段,位于整个转向控制海部分已经短到很容易被忽视的地步,确实够短。 那么喷管弯曲程度又该如何优化呢? 珠海航展航空知识给你直播。 观看方式,下载与直播,搜索航空知识,点击关注,与主播进行互动。 时间,11月6日上午9点50分。 内容,第十二届珠海航展开幕式飞行表演,歼24级编队值得期待。 另外,航展期间航空知识,航空模型团队从5日开始每天上下午不定期直播,欢迎回看。 对于AL31FP这类抚养式轴对称TVC设计来说,弯曲程度只有转向控制环决定。 而对于AVEN这类拳向轴对称TVC来说,扩张调节片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 而在国产TVC上,那个独立旋转的外调节片这时候也能派上用场。 加上外调节片之后,国产TVC形成了双重脚接,预要这类垂直。 短距起向飞机发动机的三重脚接悬挂装置喷罐在工程上有某些互同之处。 后者为了降低喷罐通道内的推力损失,利用较长的空间设计了多重转动过渡区段,使得气流尽可能完成平滑转向,依在喷口提供一个稳定的推力。 这对垂直起向飞机至关重要。 尽管国产TVC长度只有这种喷管的几分之一,但通过对转动过渡区段内外部更加精细巧妙的设计,包括是内部的收眼蜜蜂片,扩张蜜蜂片在转动中不漏气少漏气,同样能使得气流在喷管内部的运动实现平稳过渡。 也就是说在获得同等推力时量转动角度的情况下,这种受计能比其他TVC带来更高的推力系数。 根据相关资料,这种受计理论上可以保证推力损失,不大于理想推力的1%到2%,是目前世界上所有TVC工程样本中效率最高的。 尽管复杂的设计也要付出相应的重量和阻力代价,但考虑型号研制的具体情况,能把减重减组的压力分摊到飞机总体设计上,也总比让发动机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好些。 重塑飞行方式 从TBC技术当身的那天起,周易总是存在的,特别是被一些观点视为比F22还要领先半代的F35。 也没有应用该技术时,我们为此耗费的时间与成本是否值得呢? 笔着这里想引用著名空军学者,国际式飞员徐永林先生文章中的描述,在传统飞机设计中,动力系统只是为克服飞行阻力提供了推力,而对生力和飞机姿态改变的贡献微乎其微,也就是说与飞机的操控和机动飞行关系不大。 改变传统的TVC技术,对战机飞行性能以及作战能力的提升是全面的,并不仅仅是在近距离对决中才能发挥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动力飞行时代相对于空气动力飞行时代的超越,其重要性远远大于三代战机对二代战机的技术突破。